它可能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但是要有說明 喬開了 重點是這個 或者看照片 可能看著不會注意到那邊 有一些適當的說明 中佳佳和有線電視 舉辦的小鏡頭 大世界的結業式上 學員們一一分享 他們的學習成果 有的是以旅遊為主題 有的是以孩子成長過程為主題 也有人是記錄活動過程 透過老師教授的剪輯 配樂技巧 讓影像變得活潑又生動 擁有豐富教學經驗的 洪國書老師認為 人手一機的時代 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大導演 那現在手機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開這個課程 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手機 隨便都有幾百張幾千張的照片 那照片拍完之後 通常我們就不會做任何處理的 但是現在如果學到這個之後 你可以去把 可能你一個月之前 去宜蘭玩兩天 然後可能去年去日本 玩七天六天的東西 在我們整理這些照片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快樂的回憶 然後在製作的時候 又挑選照片又很開心 然後做完之後 能夠傳給親朋好友分享 年近七十歲的學員 許申江說 以後出門會多多利用攝影功能 加上相片來製作生活影片 而六十多歲的李玉雲則是說 非常感謝佳和辦理 這麼有意義的課程 老人家學得慢 但是老師很有耐心的教 他學會了做有趣的GIFT圖檔 拍的照片也比以前進步了 朋友們都很佩服他 因為是比較熟悉電腦的操作 對手機不太熟悉 只做一個媒介的平台而已 然後來到上課以後 發覺到真的是 真的是這個內容很豐富 隨到很多東西 當受益為全 我覺得很實用 就是很容易上手 因為就用手機拍之外 還有錄影的一些技巧 因為平常很少用很少錄影 那老師有教一些很實用的 一些很簡單的錄影的小技巧 那真的拍起來效果就還不錯 那可以搭配靜態的就是照片 一起做剪輯 就整個就可以做一個完整的影片 感覺蠻好的 像我們這種LKK的 拿在手上 然後都不知道按哪一個 真的跟老師學了很多東西 從不會 從零 從零到學會製作影片 還有學會拍美美的照片 是要有技巧的 中佳佳和有線電視總經理 李寶慧表示 為了推廣公用頻道的使用率 佳和從今年1月份 已經陸續辦理了6場媒體試讀 接下來的6月份 將開始由不老影視學堂接手 換野懶們來當大導演 我們小鏡頭大世界呢 是一系列請洪國書老師 來幫我們做基本的手機的拍攝 還有錄影 還有剪接的一個教學 那我們也希望這是一個開始 那在未來也有機會我們會陸陸續續再繼續辦理 那在6月份其實我們還有跟台藝大 也是有一個合作是不老影視學堂 那我們也會到兩個社區去舉辦 6月份開始 佳和有線電視和台灣藝術大學廣電系合作 前進樹林彭措社區及鷹哥永昌社區 針對銀法長輩開辦了不老影視學堂 手機影像製作教學 要讓野懶們也能夠學會用手機來記錄生活 課程的最後能夠利用影像來說人生的故事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向社區來報名參加 中家新聞新北市綜合報導